我們起來看這個閃亮巨星 他是由百變天后第一人稱 他的一生幾乎都獻給了舞台 我們起來看梅艷芳的故事 他對家人非常好 他家庭觀點很重 他對朋友很好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是 我有癌症 我有子宮癌症 子宮癌癌 但是是屬於一個良知 不是去到末期 未整得 大家不要照 人家在下面等消息 就等我們死 2003年9月 梅艷芳對外宣布了他罹患癌症的消息 兩個月後 他在驚人意志力的支撐之下 完成了八場演唱會 儘管病痛殘身 但是在舞台上面擺遍梅艷芳 依舊擺遍 他的好朋友都來了 在台上台下 都在幫他加油打氣 特別是他和劉德華的這段特殊的情感 令人感動不算 他直接講他很喜歡劉德華 我覺得劉德華跟他是 沒有任何人寫愛別關係 就我所處 那他們是那種 英雄喜英雄 文艷芳在某些上面很像男生 他對劉德華真的是 就是像哥兒們 就是比哥兒們還要好一點 因為他畢竟是女生 那劉德華也會盡全力去保護他 你問我 你又 不想 我 有幾分 一起想 一起去看 你還 也能看 要我的心 我想兩個人的 應該是純粹去比我 就比我 這樣是比較 比較好 也是可能 可能是 會聽一唱敵酒 直來直往的傻大姐 在追求真愛的路上 梅艷芳總是跌跌撞撞 她曾經和日本藝人敬藤真夜陷入熱烈 一度還論及了婚嫁 但是因為鍾森民才能介入 讓這一段異國戀詩 無疾而終 我覺得她很喜歡 靜藤真夜陷 因為靜藤真夜陷 其實也蠻大男的 像我剛才一開始講的一樣 她也是蠻大男的一個男生 所以靜藤會希望她 吸引 嫁為 她的老婆 靜藤真夜 符合她的 這個老公的標準 但是另外一方面 她的好勝性 她的失憶性 在那個時候 又跟她剛開始紅 事業最好的時候 所以在取始之下 她選擇 事業 你也敢去愛上某一個不行人 小別子別追著女人 美艷芳 往生之後 是紀藤真夜專程 從東京 飛到這個香港文化的森林堂 好好大呼四十分鐘 就可見說 這一段 在她生命當中 好像一個流星 飛過的一個感情 卻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印記 美艷芳也曾經和趙文卓 談過一場寫壁戀 兩個人相差十一歲 有人看好 但也有人暢衰 最後兩個人因為認知上的差距 終究無法修成正果 趙文卓 曾經她的朋友 曾經問過趙文卓 就說 什麼時候要跟阿美結婚 因為好像感情蠻好的 甜蜜蜜 趙文卓就說 其實我現在的經濟能力 各方面 其實都還不允許要結婚 那她朋友還說 這有什麼關係 反正阿美有的是錢 可是這句話其實 對趙文卓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而且趙文卓也因為這句話 其實後來他們兩個真熟了 還不討一些情愁 愛情 可能我自己缺乏那個信心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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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太大的 太大的信心 我沒有 抱得太大的期待 她說她今世不可能結婚 師傅說 有這些說 說到 誰做的就生自自己 害到她 可不可以結婚 我都可以 心在中也有晚餐 梅媽媽在梅艷芳過世之後 經常有驚人之舉 驚人之語 事實上 根據香港媒體的報導 梅艷芳申請了每一段感情 梅媽媽 似乎都有明天 感情上面其實 就是她媽媽希望她怎麼樣 她都會背道人事 比如說 她中間有一段時間 叫我滿長的問答 因為林國斌其實 不是一線演員 她就覺得 林國斌不是很好 那沒人幫助說 你不好 我平常跟她在一塊 在愛情中打滾 誰是你最好 如果你重新要我再選一遍 你不要 嗯 我二十歲了 那段 你怎麼講 我就點點東西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很開心 沒用而上通電話兩個小時 不停在講 你回家去等她的電話的時候 你一直在心跳 梅艷芳小心守護每一段感情 她和所有女人一樣 也想被保護 也想被淘汰 但受到盛紅所累 和她談戀愛男人 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我覺得她內心裡面是很脆弱的 尤其在夜半 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覺得她 如同她 就是她在末期的唱女人娃 她自己的口白 她說她只是需要一份 非常平淡的感情 可是她的感情其實都很難平淡 因為她自己是一個 這麼 這麼樣子突出的人 花開不多時 看著只需求 我愛心 我愛心 我的外人 外形 我的內在是 兩外世界 我的內在是 其實很傳統的 我希望我的愛情 是一生一死的 曾遇上几多冬雨满,我当初无患 曾遇你真心的地盼,我走过满满 不过中心灰烟,都想不及过前在一关 曾遇上几多冬雨满,我曾遇上几多冬雨满 八年没有了,没有了,快拖了,没有了 对我来说,爱情,这两次很陌生 已经很陌生了 现在有一个,很多人会来 梅艳芳出道二十多年,失眠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她 经常得要靠药物才能够入睡 由于她的生活作息不正常,加上长期的熬夜 使得梅艳芳的健康亮起的红灯,她的肝脏出现了问题 我很驚喜,就是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 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是第三个知道的 那我想说,是不是你要演舞台剧了 因为她很想演舞台剧,我就很高兴啊 诶,什么时候演,我还自己这样讲 然后又听那语调不对啊,她就沉默了一下 也没有跟我再讲舞台剧的事 我就说,不是啦 好,我跟你讲,我得了cancer 就这样,她就你第三个知道的 但是我相信,我对大家的情况 其实当然不会高兴 好,多谢你,祝贵一晚 拜拜 拜拜 我们最后的工作是拍香港的那个瘦身广告 飞过去的这一天的当天晚上凌晨药化妆 所以我们其实还有飞行的辛苦嘛 她又是一个癌症的病人 刚刚结束八场的演唱会 所以在做这个工作半夜三点起来化妆 清晨黎明要拍那个瘦 那她就整个人撑在那边 要拍镜头的时候才起来笑这样 就是要回眸里笑 那那个广告之后 就直接到香港就进了 梅艳芳过世之后 她留下了至少上亿台币的遗产 在梅艳芳的遗嘱当中 除了家人之外 包括她的徒弟和经纪人 也都得到了为数不少的离产 这样子的结果 让她的家人十分的不满 你这些人都在帮我去死的 我才要把你出生开心 我才不会把我做过来 为我内心的祈祷 梅艳芳在演艺圈二十二年的时间 她的形象永远会是个惊艳 而她的惊艳永远令人怀念 如果这样说有遗憾 恐怕就是这一身白沙了 梅艳芳在人生舞台上面 最后一场演出 她化身成一个娇雄新娘子 这一幕不需要多说话 很多人都哭